今年半导体产业活络为了抢工人才大病 美光晶圆科技除了提供员工专业技能提升 内部转职国外转调机会 更扩及员工身心平衡家庭照护 9月起为了协助同仁照顾幼小子女 更提供育儿津贴补助 如果他们有小朋友是在7岁以下 也就是未满7岁的这个小朋友的话 那每一个小朋友他们一个月 是可以申请5000块的这个补助 将近20%的同仁 就差不多2000多位的这个同仁 然后能够照顾到2500位左右的小朋友 预计发出上千万的育儿津贴 可以申请的员工超级有感 小孩每个月有蛮多的基本开销 那公司给的就是每一个小朋友 每个月都有5000块钱的育儿津贴 然后来补助就是我们在经济上面的需要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贴心 除了育儿补助公司还提供弹性工时 谈性工作安排以及购买公司股票折扣 让员工共享努力成果 每个月同仁可以提拨最多15%的薪资 然后来去参加员工 就美光股票的这个购买 那在购买股票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享受15%的一个折扣 所以也就是说至少有一个15%的获利 如果公司股票涨的话就赚更多 那如果公司股票持平的话 你至少还有15%可以赚这样子 各种福利政策让美光获得多项最佳职场肯定 更能吸引潜在的人才加入美光大家庭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